18.正面冲突 自从正式分入到情报堂后 我也有了和于巧见面的机会 尽管每次毛庆龄和温馨并不说什么 但是我每次从徐司令那里回来 他们看我的眼光还都是羡慕得很 毛庆龄尽管看着文质彬彬的 但是和他接触了几次 才知道他是个相当有头脑和心眼的人 他自己介绍他所谓的公司尽管规模很大 但是基本上是一分钱不赚 所有的业务都是第二通道的物资堂给的 由于给的业务还比较多 结账也很麻利 做出来的东西据说质量也不错 所以他的公司居然是中关村一带 颇有名气的一家 估计业界也想不通 为什么毛庆龄的公司 为什么不求上进 总是原地踏步 不过这是他自己炫耀的 我对互联网这个玩意狗屁不通 他怎么说都行 毛庆龄的公司里面 还有几个第二通道的人 专门收集互联网乱七八糟的情报 什么强奸啊 人口失踪啊 地方斗殴啊 流氓闹事啊 而电脑上网这些玩意 在地下是没有的 地下的人 就是按照各组的组长和堂主的命令办事 而且到外面也是同意行动 严禁掉队和开任何小差 让你在大街上脱裤子都要照办 不过 我说得严重了 因为我们穿的制服 是不准随便展示的 出去都是穿便装 值得一提的是 于巧对我越来越有好感 我这个人 其实是个粗人 满嘴都是黄段子 一直忍着不敢造次 终于和于巧说话 也随便了一点 不小心就开了两句一点都不黄的黄枪 居然被于巧追问 那个名词是什么 我吞吞吐吐地说了 于巧倒没有生气 反而笑得很开心 于巧这个女孩子 大部分时间真的是很开朗和外向的 我先开始和她不熟悉的时候 还以为她就是内向 卑卑淒淒 少言寡语的女孩子 没想到熟悉了以后 她和这些特点完全相反 只是偶尔的时候 不知道看到什么东西 就会眼神沉重起来 默默不语了 我觉得我在第二通道的日子 尽管回到地下就压抑得很 当时一旦去执行任务 就都是些我想不想不到的天马行空的任务 仿佛在情报堂的眼睛里 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约束 和所谓的公民隐私 我们去收集过某些大人物 在床上遗留的经验 还跑到夜总会中 给一些漂亮小姐的下身 偷偷抹一些乱七八糟的药物 用一些古怪的透视仪器 观看某些明星的裸体等等 但是组长和带队的出行之前 坚决不肯说是什么目的 只是你需要如实的记录而已 然后回地下 将所有人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 得出各鬼知道是正确 还是荒谬的结论 我由于混过黑社会 很多场合都是我装成老大的样子 带着一帮子人 大摇大摆的横冲直撞 不过 坚决不能闹事 不能和警察冲突 或者被警察抓到 有的任务做起来 的确很惊险 一秒钟的机会 让你拔掉一个重要人物的一根头发 只是为了回去检查 用了什么牌子的染发剂 我问过毛庆龄 失败了怎么办 得到的答案 永远是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所以 两三个月我参与的任务 都没有失败过 干了两三个月 这些下流和无聊的事情 我真的怀疑 中国到底还有没有隐私 只要我们想监视你 你躲在一万英尺的水下的密封柜子里 我们还是能够查到 你在什么时候 放了一个粪臭素含量是多少的屁 当然 我问过徐司令 什么时候我能做些正经事 徐司令总是很严肃地告诉我 你这个级别 暂时只能干这些很重要的任务 让我不能小看 这些任务的重要性 因为多个任务组合起来的情报 最后的结果会很惊人 我尽管算是以前在南海 干了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但是比起第二通道 情报堂我做的事情 真是大屋见小屋了 从我加入第二通道以后 本来我这个被深井和A大队 他们盯得很死的人 居然好像这两个组织 就从我身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纳闷 第二通道真有这么大的能量 把我这个猪头肉 叼在嘴里面就不放 另外两头饿狼也不眼馋 在一天起床后 全组正在做体能训练 刘长兴就闯了进来 静止走到我面前 冲我说 4578 带齐装备 跟我来 快 刘长兴 我很少能够见到他 唯一见到他几次 他也从来没有笑过 一张干瘦的脸上肌肉绷得紧紧的 我赶紧跑到旁边 把我的头盔拿起来 瞄了毛庆林一眼 毛庆林点了点头 我从他身边跑过 他把我拍了一下 说 大任务 我恩了一声 刘长兴真的是第一次直接叫我 估计真的是有什么重大的任务 想到我了 我紧一步地跑着跟上刘长兴 刘长兴看我跟了上来 脚步也加快了 他那块还不是一般的快 两条腿一迈开 仿佛在地上滑动了一下一般 很像徐司令杀A3的那种移动 不过刘长兴没走一步 黑制服腰部以下 还要涌出淡淡的黄光 不像徐司令 完全是无声无息的 我不会这一招 在后面只好跑步跟着 说老实话 我被第二通道训练得很好 服从就是天职 自己对上级安排的任务 都是无条件执行 根本摆不出自己南海老大的派头 这几个月 已经习惯了这种 按照命令形式的生活 和刘长兴通过了几次升降 在大厅里面看到了徐司令 徐司令正一脸严肃地 和一个陌生的黑制服交谈着 刘长兴带我走到徐司令跟前 很规矩地进了一个 第二通道的举手里 就是把右手大拇指弯起来 四指伸直 将手背向外 胳膊垂下 将手掌放在心脏的上方 我也立即跟着坐了一个举手里 徐司令见到我 点了点头 还是继续和那个黑制服说话 祭堂的哪个组在那里 那个黑制服说 九千零二他们组都在 徐司令说 战斗堂一千一百七十七出发了吗 黑制服说 一千一百七十七下面五个战斗组 半小时前动身了 徐司令转过脸来 对着刘长兴和我说 一千三百二十二 你带勘探组 坐六道山 听我的指令会合 刘长兴敬了个礼 答道是 转身又跑开了 徐司令对我说 四千五百七十八 跟我来 我什么都没敢说 看架势和徐司令的表情 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于是我跟着徐司令跑着 徐司令和那个黑制服 就在前面滑动着向前走 还好很快就到了电梯 要不我真可能跟不上他们的速度 电梯起伏了几次 我们坐进了一个能容纳十多个人的球房 刚坐下 另外几个黑制服 就也急冲冲地钻了进来 一进来就对徐司令说 八道山准备好了 各组人都在往八道山会合 徐司令说 走 我们这个球 很快开始了弹跳 蹦蹦蹦蹦地连续不停 这也是第二通道 让人想不明白的地方 他们大球的通道 就是大球 小球有自己专门的通道 每种不同类型的球 都有自己的通道 哪怕方向是一致的 也必须分开走 徐司令一直和身边的两个黑制服交谈着什么 声音很小 只见到他们 一会兴奋 一会紧张 一会又沉默 好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处理的事情 这次的行程有一个多小时 我觉得是否都谈到天津了 等到停下下来 和徐司令一起曲里拐弯地 走到一个巨大的房间 我才发现 八道山是一艘巨大的潜艇 因为傻子都能看到潜艇的身上写着巨大的隶书 八道山 而且 这潜艇是在水中的 整个大房间里 已经有不少黑制服跑来跑去了 有的人也正站在潜艇顶上 指挥着什么 说是个潜艇吧 其实除了身材是滚圆的 和我常识中的潜艇根本不同 这个八道山准确地说像是一个橄榄球一样的东西 全身没有任何凸起的地方 也是黑漆漆的 我们是从顶部的一个打开的窗口进入八道山身体内的 而且顶部的窗口有好多个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窗口进入 钻了进来 发现这个八道山潜艇的内部 还是很宽阔的 一条走廊两边 已经做了不少黑制服 而且都戴着头盔 在一些操作台上操作着什么 这些人应该都是战斗堂的人 我跟着徐司令往前走去 徐司令身边一起下来的人 都慢慢地分散开了 似乎寻找自己的岗位 去了 我和徐司令 一直走到尽头的一个驾驶舱一样的地方 徐司令 只是我坐在离他不远的一个大椅子上 一坐上 椅子上放就左右 分别降下来两块屏幕 上面有些信息指示着 徐司令坐在了正中间一个巨大的椅子上 他一坐下 整个八道山就微微地震动了起来 似乎是启动了 我在徐司令背后不远 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徐司令前面 有一个巨大的荧光屏亮了起来 徐司令用手在上面指了一指 整个潜艇里面 就传来了喇叭一样的声音 动力正常 观测正常 能量正常 武器正常 闭合正常 树生正常的报告之后 徐司令说话了 八道山潜入 目标五千七百 四千三百 七千九百 然后 八道山又震动了一下 明显地感到八道山沉入下去 沉下去一会 八道山又直行起来 速度很快 徐司令说 光屏仗启动 八道山又滴滴地震动了一下 我看到前方的原来一整面封闭的半圆形箭前端打开了 向两边分开去 同时 一道黄光随着开启 射了进来 把整个船舱照得一片金黄色 慢慢地 整个前端全部打开了 黄色的光也慢慢地暗了下去 前方是一个巨大的透明玻璃罩一样的东西 在玻璃罩上面画着很多的红色线条 线条上都有黄色光在滚动着 又过了一会 黄色滚动着的光也消失了 前方被这艘潜艇发出的光明照得一片雪亮 这是在汪洋大海之中 徐司令说 展开侧翼 我眼前的屏幕也开始有了反应 左边的屏幕上是显示的整艘潜艇的样子 成明黄色 这样看上去 更像一个橄榄球了 但是随着侧翼的展开 这个橄榄球 看着又像个胖乎乎的箭头了 我右边的屏幕显示的是一个信号源一样的东西 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移动着的亮点 有大有小 还会突然有一个圈套住一个亮点 显示一串数字 然后就消失了 然后又套出一个亮点 显示一串数字 这个我是知道的 第二通道有一器是 自动判别前方能量较高的物体 显示数值出来 有人工和自动两种方式 看现在随机的挑选着亮点 应该现在还是处于自动状态 如果是手动状态 是可以在屏幕上把这个物体放大的 这个变成了一条长着翅膀的胖鱼的八道山 就飞快地往前移动出去 在一片漆黑的海里 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们这艘潜艇 到底在多深的海洋里 但是我知道这艘潜艇 是在往下行驶的 因为过了不久 就看到了海底 这艘怪船 就开始贴着海底行驶着 我是第一次看到海底的状态 而且是如此的清晰 海底如同一个混乱的城市一样 到处都是怪事临巡的 不过这艘八道山 很灵敏地 在各个山头之间钻来钻去 有时候 还真的如同鱼一样侧身而过 让舱内人倾斜一下 由于见多了第二通道 迷宫一样的通道 和各种仪器 现在坐在八道山里面 也并没有什么惊奇 这艘潜艇的如此的奇妙 第二通道有这个东西 我已经觉得很正常了 八道山开出了一个多小时 喇叭里又响了起来 六道山正在汇集 一会又响起来 五道山正在汇集 四道山正在汇集 过了一会又说 光明山到达了 我从我眼前的屏幕中可以看到 船身的周围 已经逐渐聚集了三个体型较小的潜艇 而另一个潜艇 足足有八道山的三个大 和八道山不一样的是 这个巨大的潜艇 是一个圆锥形的 前面间 后面大 正在看着 就看到这个巨大的圆锥形潜艇 从八道山的山方开了过去 根据我的目测 这艘应该就是光明山 足足有一千米以上那么长 徐司令说 锁定阵列 统一前进 保持战斗状态 光明山在超过八道山之后 略略往下沉了一点 八道山和其他潜艇跟山 整齐地排在光明山的尾翼上方 海底的泥沙 被四艘潜艇的同时启动 激发的一片浑浊 但是 很快这五艘潜艇就保持着这种战斗队形式的往前飞速的行驶而去 徐司令从椅子上下来 走到我身边看了看我 赵成 还习惯吗 我点点头 是的 徐司令 我们去哪里 徐司令转过身去 看着前方的海底 说 印度洋 那里 发现了新的通道 我说 是那个通道吗 徐司令说 是的 和你知道的一样 不过 他在海底 现在 只有海底 还有没有被发现的通道了 深井一定会发现的 我们必须 比他们抢先一步 得到这个通道 得不到 我们也会销毁他 我说 那我能做什么 徐司令说 赵成 你很重要 我们能不能这次打败深井 就看你了 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 徐司令没有说话 对着我笑了笑 说 记住 打败深井 拯救这个世界 我只好点了点头 这是一场相当漫长的航行 尽管我们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还是 几乎用了两天的时间 我们才终于 停了下来 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印度洋 五艘巨大的潜艇 就这样悬停在水中 显得孤零零零的 就这样停了两三个小时 我看到屏幕中又出现了光点 并不断地扩大着 居然是十几艘和八道山 差不多大的潜艇 我正惊讶地想要叫出来 但是看到舱内 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 徐司令也是毫无紧张的感觉 等这些潜艇靠近 停在我们正前方 我看到的 是和我们差不多的形状的潜艇 保持着一个战斗队形 停在我们正前方 徐司令等这些潜艇都静下来 挥了挥手 在整个前舱的玻璃罩上 就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投影 一个同样穿着黑制服的洋人 正笑眯眯地出现在屏幕中 但是 他们胸前的标志 是一个老鹰爪子一样的标志 徐司令哈哈一笑 说 老瓦 你迟到了 那洋人也哈哈一笑 居然也用中文说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久等了 尽管听着很清楚也明白 但是还是发得洋鬼子强调 徐司令说 中文还是没有一点提高啊 老瓦 那叫老瓦的洋人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抱歉 抱歉 徐司令于是开始说起英文来 这一下我就什么都听不懂了 只看到老瓦从刚开始的放松地笑 到脸色严肃 目光锐利起来 看得出他们的对话是非常紧张的 好像在商量什么事情 他们谈了一会 那个老瓦好像在屏幕里寻找着什么 徐司令微微一侧头 余光扫了我一眼 继续和老瓦交谈下去 这个老瓦 好像挺痛苦的 答应了徐司令 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 屏幕熄灭 关掉了 徐司令等屏幕一关 马上大声地叫道 全体转向 和第三通道舰队 保持混边队形 目标目标 六千六百四十 三千三百六十 九千七百五十 还是光明山在最前面 这十几艘潜艇组成了一个波及型的战斗队形 一艘对方的潜艇从我们侧面划过 上面也用英文写着 N-O-F-I-4 这次航行只用了一个小时 这组潜艇编队就开始下降了 然后居然沉入了一个巨大的海沟中 从这群潜艇发出的强光 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边的岩壁 漫长地没有尽头 这十几艘潜艇就这样不断地下沉着 直到到看了海沟的底部 停下没有多久 我在屏幕上就看到一个细小的光点 从旁边的石壁中飞了出来 晃晃悠悠地如同苍蝇一样 向八道山靠近了过来 最后没入到八道山中 过了一会 一阵紧急的脚步声 就咚咚咚咚地滑动着跑了过来 徐司令站起身来 我也回头望去 三个气喘吁吁的黑制服 加上两个跟着徐司令 一起来的八道山上的船员 其中一个气喘吁吁的船员 见了徐司令 立即进了一个局手里 说道 压力太大 暂时无法部署进去 您来了就好多了 徐司令说 现在什么程度了 那个气喘吁吁的黑制服说 刚渗入到第二层 正在破岩 重新做一个管道过去 直接进去 我们实在做不到 徐司令说 用光明山上的光冲容器 全部下去要多久 黑制服说 怎么也要两天 太深了 而且 有热和反应 还不敢硬闯 徐司令说 要两天 黑制服说 第三通道的人配合一下 用他们的二级光冲 也许能缩短一会时间 不过一天也不可能 徐司令说 我知道了 同时吩咐另外二个八道山内的黑制服 零四四三 立即去光明山 通知四长老 用光冲容器下去 4462 全体建设堂和战斗堂的人进去 无论如何 也要在一天内部署完成 徐司令又和老瓦通了信息 这次老瓦道答应得很干脆 很快 我能够从前仓的玻璃罩中看到 从光明山 八道山 六道山 以及第三通道的船上钻出了很多很多的小型潜水器 都发着夺目的白光 但是还是被冲击的像苍蝇一样飘来飘去 然后设备从船中出来的越来越多 有的还是很大型的通明管状容器 同样也发出夺目的白光 我想 那应该就是光冲容器 然后都从山崖上的一个巨大的缝隙中钻了进去 从那个缝隙中就涌出巨大的气泡 这是一个紧张的场面 徐司令一直在椅子上坐着不停地吆喝着 一会是中文 一会是中文 看得出来 徐司令是在何时间赛跑 他是不是担心 如果一天内部署不好 深井就会出现 但是这么大的印度洋 深井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找到我们呢 徐司令一直没有休息 所有的人都没有休息 我自己倒觉得无事可干 只好呆呆地坐着 还睡了一会 我来这里干什么呢 现在看起来 我什么作用都没起到 大概一天的时间过去了 工程仍然在继续 徐司令的声音都已经沙哑了 但是还是干净十足地吆喝着 我呆呆地从八道山的前仓的玻璃罩外 往无尽的黑暗的前方望过去 一片黑暗看不到头 那里会出现什么呢 想着想着 我觉得的预言能力又启动了 我感觉这一切我经历过 然后思想跳跃到未来 我看到数百个比光明山 还要巨大软体的生物 从黑暗中冒了出来 这些生物体内 都发出耀眼的金黄色光芒 而且这些生物 好像都有巨大的触角一般 两秒钟到 我大喊一声 徐司令转头过来看着我 看我眼神不对 猛地也喊道 你看到了什么 我前言不搭后语地 把我看到的景象说了一遍 还没有等我说我 徐司令哀压一声 疯了一样的 对着前方的大屏幕猛击一下 似乎打开了什么装置 吼道 深井的齐列隔边队 三分钟后出现在十二点方向 全员战斗准备 光力全满 工作足躲避 然后又拿英文喊了一遍 八道山就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发出了古怪的呜呜声 所有的潜艇都开始闪耀着白光 连水波都仿佛有生命一般 震动了起来 我在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前方的黑暗处 手心冒出了一层层的冷汗 中文字幕装 声音声 感谢观看